敬禮 敬禮 兩名和尚 敬禮 撒迦正空上士 敬禮 十六世大寶法王 喀瑪巴 敬禮 圖登大吉上士 我們敬禮 坦承三把 敬禮 今天同修的 本尊 大准提佛 師母 丹禮 喀瑪巴 敬禮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以及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日本高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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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している 救命 雅比 布林布林 空曼我 大家晚安 還有 春節 大家 大家快樂 吉祥 今天我們是 修 修這個 大准提佛母 那麼准提佛母呢 在這個 在這個 藏密 一般比較 對 對藏密來講 准提佛母 比較少 少人弘揚 但是呢 准提佛母 在東密 日本的東密 日本的東密 所有的 差不多 真言中的弟子 都知道 然後在印度 印度 原來的印度 本身有一個教 叫做 契納 契納 這一個教派 我在印度的時候 看見他們 他們的 祖尊 就是准提佛母 他們的祖尊 是准提佛母 准提佛母要叫做 七聚底佛母 七聚底佛母 那師尊呢 准提佛母的傳承 就是 就是 釜方喪師 所給的 這個傳承 釜方喪師 所給的傳承 所以他 每一次 提琴的時候 都是 念了前面那 兩句 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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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叫总词识 这个手印 每一个 只要是法师 上师 他在解手印的时候 第一个手印 这个手印就是总词印 也就是准提佛母的根本印 基于这样子 所谓普方上师在台北奢侈岛 他有一个种词诗 他的弟子 全部第一个字 都是盐 盐满的那个盐 都是叫盐满的那个盐 师尊那时候的法号叫做盐滞 滞呢 是 这个 不是符 是滞 水池的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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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滞 刚好相应了 师尊的根本地 就是马哈双莲词 刚好相应了 那准提佛母是师尊很尊敬的一个佛母 所以他列在我们生活中的八大本尊当中的其中的一尊 是这个原因 大家要了解一下 我们刚刚有这个琴华 其实大幻化网金刚 大家都知道了 在 这个塔呢 它的这个大幻化网金刚的佛塔 我是听说这个在 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两座 只有两座 那 还有 还有一座 还有一座 就是师尊在主持大幻化网金刚的时候啊 把它建起来 把它建起来 然后每一次传法的时候 大幻化网金刚的这个 这个坛城建立起来 重新再把它建立起来 那里面的供奉就是文武百尊 文武百尊 我们讲的是文武百尊 应该是一百零四尊 一百零四尊 文尊 所谓的文尊 就是 像后面做的五方佛一样 都是属于文尊 什么是武尊 文武百尊 什么是武尊 就是愤怒相的 呈现愤怒相的 都是武尊 都是武尊 还有文武尊 什么是文武尊 是一半 是文尊 一半是武尊 一半是慈悲相 一半是愤怒相 一半是愤怒相 这个叫文武尊 像那个 古古古列佛母 他就是文武尊 他就是文武尊 所以这个佛相有三种 一个是愤怒相 一个是愤怒相 一个是慈悲相 一个是慈悲加愤怒相 有三种 这是密教才有 密教本身才有这样子的想 那刚刚呢 大方画往金刚 另外这个马上有前法 那是瑶泽金母 那时候 这个四福众生的 那我们生活中的弟子 因为我在这个西雅图雷藏寺 传了马上有前法 那有一家人就修这个法 就是莲华所卖 他修了这个法 他中了美国的大乐透第一奖 第一大乐透 大家都知道的 所有的人都知道 也有一个人修了这个奖 是不是修奖 修了这个马上有前法的 他中的是一亿六千万美金 一亿六千万美金 有这样的一个弟子 但是他没有讲出他的姓名出来 他跟师尊讲 他中了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 只有我们中国中的弟子 才有这种现象了 我们中国中弟子中讲的太多了 每一个财神 几乎都有人中 像泰国那个应师姐 泰国那个应师姐 泰国 泰国应师姐 他中四日奖 联系中两年三年 过了几年以后 他来 我问说你还中奖吗 他就是讲说还中奖啊 够他维持生活还有圣 还有很多中奖的啦 不好意思讲他的那个 还有我们很有名的一个 这个歌星 他也中了奖 只是他一直 人家讲他中奖 他都不承认 那我曾经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中了奖吗 他的回答是 谢谢师尊加持 我说你来啊 你来雷藏寺啊 你中了奖 就没来雷藏寺 你来雷藏寺啊 他说好啦 好啦 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来 有一个在台湾 中那个 那个是属于威力采的 中了威力采的 是在我在台湾的时候 每一次说法提到的 所有的那个那些 来的这些贵宾 来的贵宾当中的 其中有一位 就是中了威力采的 大家都知道 只要讲出名字 大家都知道 他也来过西雅图 好几次 他也不愿意跟人家讲 他是谁 只是他来到西雅图的 像是在我的问世房 所中奖的贡养 给了师尊师母 那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 他儿子在旁边 然后我就要讲说 就要讲这个中奖的事情 他说 Stop 不要讲 我就奇怪 为什么只有我跟他 跟他儿子在 为什么叫我不要讲呢 后来我们问他 为什么不要讲 他告诉我们 他儿子不知道 不能让他儿子知道 因为他儿子很会花钱 只要他中奖以后 哇 不得了了 所以他也连他的儿子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不敢讲 就是这样子 中奖很好 好 我希望这个 大家足旗啊 牙齿金门马上有钱 像年华耸卖一样 大幻化网金刚 也记得 也要足旗 为什么呢 藏匿里面啊 大幻化网金刚啊 是非常有威力的 金刚神 你看我在那个主持 大幻化网金刚的时候 感应连连 最多感应的就是 大幻化网金刚 最多感应的 事后每一个人 他身上有病的 还有那个瘤消失掉的 癌症消失掉的 都是大幻化网金刚 还有败血病的 甚至他手指张不开的 他的肉是连起来的 当场 他手指就张开了 当场他本来是 那几个指头的肉 是连起来的 他脏不开的 那个手 居然大幻化网金刚 法会的时候 他手指都脏了 起来做见证的 非常多 大幻化网金刚的威力无穷 要是金母呢 当然 他马上有钱法 莲花手脉是第一个感应 我希望 再多一点人 有这样子的感应 那有一个病人要求出院 医生说不行 还要继续住院观察 病人讲 我都住了七天了 怎么都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来观察我 医生讲 我们都是暗中观察 暗中观察 我们常常讲一步一脚印 就是踏实的意思 要坚持努力 一步一脚印 如果有一天 有人一步两脚印 告诉你 那时候要到西雅图雷藏室 找师征问师 另外一个小印 怎么回事 我们进入主题 你问我答 这是台湾的莲花余君 莲花余君问的 师尊佛安 一年大约会有四天的天色日 在这天色日当中 要求一皇大帝开恩赦罪 忏悔的日子 请示师尊对天色日的看法 天下日 一皇大帝开恩赦罪 一皇大帝开恩赦罪忏悔的日子 一年大约会有四天的天色日 我觉得天色日 我觉得天色日 最好的方法 就是忏悔法 而且在那一天 你最好把你的心胸打开 你可以观察自己 观察自己很重要啊 这是孔夫子讲的 一日要三省五省 很多人啊 只是观察别人 从来没有观察过自己 其实啊 别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根本不用去观察别人 其他的人是其他人的事情 我们修行刚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观察自己 一日三省五省 这一点最重要啊 观察两个字 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身 身体 当然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 观察你自己身体健康很重要 然后呢 要观察你自己的心念 你的念头 老是天天观察别人 没有观察自己 别人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 先观察自己 自己的心念 自己的心念 非常的重要 那你找出呢 你自己心念当中的错误 在那一天 在天下记 在那一天 开诚布公 跟天地讲 跟天地讲 以后 我不再 再患 这个就是忏悔 我们眼睛都是向外看 看 向外看 其实学佛啊 是向内看 不是向前看 向右看 向左看 向后看 都不是 像看自己本身的心念 你的心 你的心 观察你自己的心念 你心念哪里有错了 在天色日 向天地唱 很简单的 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对天下记 天色日 的看法 那一天 修忏悔最好 不是说那一天 这个天地 赦免你一切的罪 赦免掉你一切的罪 不是的 而是你要向天地表白 我患了什么错 从此以后不再患 那天地啊 才会 这个 赦免你 你天天都是这个样子 你从来也不忏悔 这个天色日 有什么用啊 所以在这四天啊 这个 我觉得 这个 除了三恶道以外 人道最苦 三恶道除外 人道是最苦 最苦的一个道 人道是最苦的一个道 天道是享福的 天道是享福的 天道是他们有福才会升天的 天道是享福的 天道是享福的 把自己的心念调整 把自己的心念调整 观察别人没有什么用 你有没有看看你自己 看看自己 观察你自己的念头 观察你自己的心 所以我们密教里面啊 在有忏悔法 有修忏悔法 那么我们经常要 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 第二个 莲花一圣 他问的 鼎礼根本上是连生佛 弟子请示师佛 关于焉共法的问题 恳请师佛慈悲解惑 弟子依照中委会颁布的焉共仪轨 做完前行以后进入正行三段法声 师佛曾开示若是四倍观音 虚先观空念观空奏三变加持后观想 一虚空现磅日旋转变成莲花 莲上有阿日旋转变成夜轮 夜中有谢日旋转变成四倍观音 而焉共法祖尊也是四倍观音 请示师佛 焉共时正行观想 是否需照上面三步走 还是照仪轨即可 焉搬布的仪轨是先观空 念观空奏三变加持后 夜轮升起接着就是第三个 夜中有谢日旋转变成四倍观音 他的第一个问题 焉共法在修行的时候正行观想 他已经找出来我以前讲的 所以悉空有一个磅字 磅就是四 有点像一个口 但是上面短下面长 那个缓字旋转变成莲花 然后莲花中心有一个阿字 有一个阿字 阿字 有一个阿字 就变成夜轮 夜轮中有谢字 夜轮中有谢字 就变成四倍观音 变化成四倍观音 当然这个来讲 磅阿谢 在藏密来讲起来 在藏密来讲 先由凡日再变化出来 先由凡日再变化出来 但是中委会颁布的 他只是讲先观空 观空奏三变以后加持 然后夜轮就生出来了 夜轮就出来了 夜轮中间呢 就有一个谢字 谢字旋转 里面就有 出现了四倍观音 他在怀疑 为什么没有磅字变成莲花 为什么没有阿字变成夜轮 他的问题是这样子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这种变化 在四步 四步是要这样子做 刚刚开始学佛的人 在修法上 开始一步一步的照规矩来 是这样子做 那是叫四步 叫做四步的仪轨 第二个 进一步就变成行步的仪轨 四步行步 行步的仪轨 行步的仪轨 比四步 稍微简单一点 稍微简单一点 到了仪家步的仪轨 四步行步仪家步 什么叫仪家步 仪家就是已经相应了 合一了 那个时候仪轨就比较少了 就更进一步 不 那个 繁琐的仪轨都没有 智化本尊 你就可以智化本尊了 那个时候 你做 你只要经过本尊出现 给你加持 加持几次以后 你一下子 你自己就已经变成本尊了 那个是仪家步 到了第三个阶段 叫仪家步 第四个阶段 叫做无上步 所以密教有四个层次 四步 行步 仪家步 无上步 到了无上步 你根本就是 宇宙的意识在显化 没有仪轨了 无上步就没有仪轨了 所以仪轨是 先从基础的 很繁琐的仪轨开始 进一步 到了行步 就仪轨稍微少了一点 到了仪家步 你就是本尊了啦 到了无上步 你自己就是 随念 你的念头怎么样子 就是怎么样子 那是无上步了 那是无上步了 所以是由缓而简 那么我们这个中委会所 所做的 颁布的燕贡仪轨 是行步的仪轨 所以少了前面两样 但是夜中有些日 已经是可以了 你要 你问的问题 莲花一圣 问的问题 你可以造 四部的仪轨做 也可以造行步的仪轨做 这两样都可以 这样我跟你解释 你应该要清楚 所谓仪轨啊 是本来是凡 很琐碎很凡的 一步一步来的 像这个棒变成莲花 啊变成夜轮 set又才变成四倍观音 那么中委会颁布的 是属于行步的仪轨 焉贡仪轨 这个焉贡的仪轨 这个焉贡的仪轨 是我师父传给我的 按照师父的仪轨 焉贡法 小焉贡 这个能够 这个能够有大的成就 小焉贡有大成就 所以那个焉贡法是师父给我的 那我师父里面的这个仪轨 是属于行步的仪轨 所以你按照这个仪 中委会颁布的仪轨也是对的 也是可以的 你要用四部的仪轨也可以 那就虚空先放日 再变莲花 莲花上有阿日 就变夜轮 夜中有些日 就变成四倍观音 坐在莲花上 直接从夜轮显化四倍观音也是可以 连连花都出来 那么到了宜家步呢 那根本你一下子一弹子 你自己就变成四倍观音了 你在做员工 这样了解吗 第二 本尊现前后 是否需要观 白光 红光 蓝光 三光加倍 在观行者心中 泛色蓝色的红日 遭勾四倍观音至顶上 在入心联之上 入我后行者于四倍观音合一 现有的仪轨没有三光加倍 第二个问题 他又来 他又来 现有的仪轨没有三光加倍 直接 他用遭勾四倍观音 住在顶上 在入心联 自己再变化成为四倍观音 那么这个问题跟刚刚刚讲的一样 刚刚刚讲的一样 本来我们在四部来讲都有三光加倍 四倍观音居然出现了 那么他放白色的光照你的 放红色的光照你的喉 放蓝色的光照你的心 叫奥阿鸿 那自己清静了 那四倍观音再用招勾印 到四倍观音到顶上 然后再进到你的心中 你自己就变成四倍观音 按照四部的仪轨是要这样子做 行部的仪轨就没有这样子做 直接把四倍观音 招到这个顶上进入里面 合一你自己变成四倍观音 二者都可以 你要做仔细一点你也可以 不过师尊跟你讲一句话 我每天晚上 我在坐这个千舟法船超渡的时候 虎头金刚在我面前 它在云端上面 然后 姚思金母坐在虎背上 它有放光一直放光照我 一共照了五度五次 照五次 照我照五次 还有一个第六次 第六次是哪里来的 就是彩虹雷上是护魔宝 对那一尊的 中间的那一尊 姚思金母 那一尊来 它照我 第六次是那一尊来照我 我是让它自然发生的 我不是刻意 刻意要招请哪一尊 哪一尊 哪一尊 不是 每一次 每一次都是虎头金刚 照我的额头五次 然后 最后一次来的 就是彩虹雷上式的 那一尊 中间那一尊 天女型的 姚思金母 放光照我 是有 是有这种现象 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 没有三光加倍 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那姚思金母 出现以后呢 再来就是阿弥陀佛出现 阿弥陀佛到最后 我自己就 本身就 自画本尊 就是阿弥陀佛 我就自画本尊 自己就变成阿弥陀佛 可以讲说 姚思金母照我六次以后 我自己就自画成阿弥陀佛 然后另外的阿弥陀佛 又从那边出现 阿弥陀佛 化为这个 很多尊的阿弥陀佛 一起放光加持 所有的 有缘中阴跟无缘中阴 在法床上的 有缘中阴跟无缘中阴 不得了的 我那时候是这样子 姚思金母照我 照我六次以后 放光照我六次以后 那么手 我的手就结成 这个手印 就结成这个手印 那么这只手呢 就画 画出来 这样子 一眼印 一眼印出来以后呢 法床就从我的手里面出来 一艘法床 变成十艘法床 十艘法床 变成百艘法床 百艘法床 变成千艘法床 那我那时候已经是 显化阿弥陀佛 再来出现阿弥陀佛 然后阿弥陀佛 把所有的法床前部绕住 放无量光 我自己也放无量光 所有的阿弥陀佛 全部放无量光 照所有的中阴 把他们的 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中阴的业障 让全部消除 然后法床 再移到天外之天 到天外之天 然后再宣布 这些千艘法床 是要航向西方 直律世界阿弥陀佛的佛国 然后每天晚上是做这样子操作 昨天晚上 做了一个半小时 我在一点二十分 一点二十分上法座的 昨天晚上一点二十分上法座 到我做完法式 张开眼睛一看 是晚上三点 我三点才上船 一点二十分上法座 到了三点才下船 动作一个半小时 所有的仪轨做了一个半小时 所以现有仪轨没有伤光加倍 不要紧 既然是中委会公布的 我不能够 可以讲是刑布的法 刑布刑布的法 一样的 然后座三 再第三个问题 座上贡或下贡 观焉化为五庙玉 玉贡后 是否能够持送六日大明咒 加索转经轮进行法贡养 已已上贡时供养师佛 已三宝 下贡时利益 焉清债主及一切友情众生 当然可以啦 可以做上贡或下贡 是否能够持送六日大明咒 加索转经轮进行法贡养 已上贡时供养师佛已三宝 下贡时利益 焉清债主及一切友情众生 帝子曾请教中内 上师关于第二点的疑惑 上师建议行则未修成范生前 下师焉供 战乎观想一世被观音合一 但帝子既得西修无上密 覆续部才能够修出范生 切实也困扰了许久 目前帝子仍是一 以鬼观想一世被观音合一 以上问题 恳请师佛慈悲开示阿弥陀佛 第二点 一定要观想跟世被观音合一的 一定要 一定要跟观想跟世被观音合一的 不是修出范生前 这个下师焉供战乎观想一世被观音合一 这是不对的 这位上师所讲的是不对的 我告诉你 你要修出范生前 你本尊法 本尊法都没有相应 本尊法相应以后 你才修范生 范生很难修的 像师尊修范生 很多人都可以感应到师尊 几乎呢 一半是真实的 一半是稀范的 他可以感觉到这样子 师尊去的时候 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不是完全是范 他有真实感会出来的 会有真实的 会出现的 会让你有真实感的 有真实的感觉 跟你讲什么是真实 范生出去的时候 我的范生出去 捏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会红起来 敲你的头 你的头会痛 捏你的皮肤啊 这样子捏啊 黑色啊 乌青啊 乌青啊 那是范生 你要修到这样子 而且范生不是一个 我告诉你 我在全世界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都有范生的 你会出现的 你会出现的 你在睡觉 我会摇你 摇你的床 叫你起床 你的床会震动 幻青啊 幻青就有那一种真实的力量在 有真实的力量在 不是完全无形的 不是完全无形去的 有真实感 让你有真实感 捏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会红啊 敲你的头 你的头会痛啊 我捏你的手啊 你的手会露青啊 那个就是范生 你要修除范生啊 很难的 这个上司建议行者 为修成范生前 下施焉供 战乎观想一世被观音合一 哪里是这样子 你世被观音 你如果是你的本尊的话 你跟他合一 合一了以后 你真正相应了 你才能够修范生 范生出来了 你就可以身外化身了 将来你的佛性 也就是范生当中最主要的一尊 告诉你 所以在范生还没有出来以前 你可以 就可以修合一 绝对是可以的 这样跟大家讲 知道吗 老婆去开完家长会回到家里 一进门就看到 看到老公就火大 很生气地把皮包往他身上砸 老公问 怎么了 小明的成绩很差吗 老婆讲 每次都是你去 今天你叫我去 他的成绩啊 十颗 加起来没有我血压膏 开车子经过乡下的时候 不小心鸭死一只鸭子 我赶快下车查看 旁边有一个小朋友在玩 我就跟小朋友讲 这是你家的鸭子吗 这个小男孩仔细地看了一下讲 不是 不是我家的鸭子 我家的鸭子没有那么扁 我们一起吃 已经压死了 听说过年的时候 还有一种叫做防疫菜单 什么叫做防疫菜单啊 就是 就是那個廣東點心不是有一個鴨掌嗎 鴨掌他就出來什麼掌 紅掌 叫做紅掌 起的名字真的好聽 其實是鴨腳還是 鴨腳啊 鴨腳的名字那個紅掌的那個菜名 現在改名了叫做琴洗手 琴 琴壽的琴 琴洗手 然後有一道水果就是香蕉跟梨子 香蕉跟梨子出來又有菜名叫什麼呢 維持社交距離 裡面有梨子還有香蕉 維持社交距離 還有一道菜就是鮭魚吧 鮭魚啊 配合防疫規定 就是鮭魚 就是鮭魚 你要不要點那一道菜叫做配合防疫規定 原來是鮭魚 還有一個蓮藕湯 蓮藕湯 蓮藕湯 那個菜名叫什麼呢 落實實連制 落實實連制 就是到哪個地方都要簽名 就是實連制嘛 對不對 這是黃毅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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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剛剛我講的 他說 關我屁事 這四個字可以解決人生百分之五十的問題 然後那個人問 那另外百分之五十呢 就是關你屁事 這個笑話很好 你知道嗎 你不要管我的事 也不要管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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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無事了 就無事了 真的 就是無事嘛 沒有什麼事 真的是一百分 沒有你我 就是一百分 在北海道下雪的時候 一定要約心愛的人出去走一走 因為走走走著 兩個人就一起白了頭 下雪啊 頭髮都白了 在基隆就不一樣 這是台灣的基隆 基隆只會下雨 兩個人走走走著 腦子就進水了 在台灣的台中啊更不一樣 在台灣的台中啊更不一樣 這裡有隆隆的霧霾 兩個人走走走著 另一半就不見了 這個消息一出啊 很多的男士 多想帶老婆去台中走走 台中霧霾還是很嚴重 因為台中 有這個台灣最大的 火力發電廠 另外呢 聽說還是世界上 第一大的火力發電廠 有十四個煙囪 在噴煙 十四個煙囪在噴煙 一個胖子去找醫生 醫生 我想撿回 醫生跟他講 你一天只要吃午餐 就會變瘦了 這個胖子講 我一定會照做的 他一天 每一天 這個 本來吃四餐 早餐 午餐 晚餐 跟宵夜 到半夜醒來再吃一餐 吃午餐 到回診的時候啊 你確定一天只有吃午餐嗎 午 是中午的午啊 你確定一天只有吃午餐嗎 午 中午的午 這個胖子講更胖 我真的只有吃午餐 胖是哪裡來的 因果報應啊 告訴你 因果不要胖 真的 沒有因就覺得不會有果 你胖啦 你胖啦 說我 吃喝水也會胖 不吃也會胖 都騙人 都是騙人的啦 他是沒有吃啊 他是一天到晚吃點心啊 他是沒有吃啊 好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啦 好 我們今天講《金剛經》啦 《宋子經》 若為人親見 世人先事罪業 應度惡道 以今世人親見故 先事罪業 即為消滅 則 我剛剛講因果 因果關係 這個就是因果關係 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 讀《金剛經》 還為人家很親事他 這個人啊 他先事是有罪業的 應度到惡道 以今世人親見故 先事的罪 因為這一世的人 他親見你 那麼你先事的罪業 就會消滅 消除掉 所以這個是能盡業障分 你唸《金剛經》有好處 它會消除你自己本身的罪業 我們密教啊 有《金剛經》百日明 《金剛經》百日明咒 百日明咒 我們每一次都要唸三遍百日明咒 因為它會消除罪 因為它會消除罪 《金剛經》是空 任何罪到了空 它就是煙消營喪 百日明咒 是什麼 我講了 空 它也是空 你唸百日明咒 你罪障就會消除掉 罪業就會消失掉 它是消業障最好的咒 所以我講說 所以我講說 你唸完 十萬遍的百日明咒 那浮成 一勺煩惱慶 二勺 眉運除 三少業障期 本尊福分降來臨 OM 百日明咒 OM 百日明咒 OM 百日明咒 這短咒 百日明咒 百日明咒 你唸完十萬遍 就是消除你自己的業障 以空的法流把你進空 把你的業障給它進空 金剛經也是同樣的這種力量 你唸金剛經 你在唸的時候 也會受到別人的傾見 就是傾視或者誤罵 他說這個人 釋迦摩尼佛講 這個人 他的前世是有罪業的 應該會墮入到惡道 以金世人親見故 所以這一世 人家會看清你 會藐視你 會侮辱你 但是你因為唸了金剛經 你先世的罪業 就會消滅掉 能進業障分 能進業障分 第十六 當得阿尿多羅三妙三菩提 將來呢 醉業如果消滅掉了 就會得到阿尿多羅三妙三菩提 先消自己的業障 是非常重要的 要消除自己的業障 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也這樣子感覺到 我們密教裡面 其實密教裡面講到道果 我道果已經講過 在內修方面 你用你的明典 跟你的著火合一 然後把五輪打開 它有它的意義的 它這個眉心輪 喉輪 心輪 祭輪 密輪 你只要打開一個輪 就得到 二地的親近 二地的親近 打開十個輪 就是十地的親近 那個時候叫做十地菩薩 打開的頂級 就是打開的頂級 這個頂級呢 是當中的 又等於又親近的兩個 就是第十二地的菩薩 再加上打開的頂級 就變成第十二地半的菩薩 道果裡面是這樣子寫的 我根據道果這樣子講 為什麼到達十二地的菩薩 十三地就是佛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你打開一個輪 就等於親近了 那一部分 你的身體的業障 就親近了 意思就是這樣 從歡喜地一直到法淫地 第十地是法淫地 從歡喜地一直到法淫地 是十地菩薩 在顯教十地菩薩 只有十地 第十一地就是佛了 那表示你說 你親近幾分 就接近菩薩幾分 出地菩薩就是 剛開始的親近 所以這個 當然啊 消除業障 就是親近 所以先由 先消除業障 業障 消除到完全親近了 你就 阿尼多羅三妙三母天 這個就是道 你就 你就合一道了 為什麼鬼會怕師尊 我知道鬼是很怕我 因為我只要走到有鬼的地方 那鬼都跑 就是 啪啪啪啪啪啪 就一直走 真的 我如果進到鬼屋啊 那裡面有鬼的話 牆壁都會響 一直跑 就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直走的 而且真實會發出聲音的 這個是 這是經過我個人 個人身體 個人的實驗 個人實驗 我走過我家的冰箱 我冰箱一定會響 我走過我家的廁所 我的廁所一定會響 我走過我那個 那個 那個盆栽 那個盆栽一定會響 到最後我就變成這樣子了 他想了我也會嚇一跳 因為那是晚上耶 你知道嗎 就是一點鐘的時候啊 晚上十二點 一點的時候 我回到我自己的房間的時候 他一路想 一路想 一路喊 一路想 我說 我說 這樣子好了 你們不要叫 我跟他講 你們不要叫 我先跟你們問安 你們好 你們好 我一律平等 我跟佛菩薩也是講 Good morning 每天早上起來 跟他們講Good morning 我也是一樣 你們不要叫 不要吵 我說 你們好 你們好 我就走過去 他們就不叫 因為家裡千艘髮船的超度耶 家裡抖多少 有多少 每一艘船都是坐滿的耶 有多少 中英跑到我家裡面來 經過審核進來的 不知道有多少 冰箱裡面也有 衣櫃裡面也有 櫥子裡面也有 我走去刷牙 把那個底下那個水槽 通通發出響聲的 砰砰砰砰砰砰 走過牆 那個牆也會 砰砰砰砰砰 走到那個棚栽 棚栽也砰砰砰砰砰 然後滿吵的 就說我先跟你們問好好的 你們不要吵 也不要跑 就是這樣子 天天晚上跟他們這樣子講耶 這兩年來都是這樣子耶 所以師母也看到了 師母也看到 他們那個鬼在開派對 有些還穿古裝的 有些還穿古裝的 看到師母以後 他們抖進衣櫃裡面 抖進衣櫃裡面 衣櫃的門打開 然後所有的鬼進去以後 再關起來 還夾住一個鬼的帽子 他還伸手出來拿 然後那個腳還伸進去 師母還看到 那個腳是一隻 是一隻 是斷的 他是裝了一隻的 一隻的鬼也進去 另外還有一個人看到 他 加州的 魏師園 加州魏師園 他也有看到 他也有看到 跟大家講 這個 這個都是因果 都是因果 這裡面 因舵惡道 惡道就是三惡道 三惡道最不好 所以第一惡鬼出生 三惡道 人道 就半善半惡 但是也是很苦 都是因爲 以前做的罪夜故 以後呢 你念了金剛經 就會消滅掉 得到阿尿多羅三惡三菩提 我這樣子講 大家清楚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吧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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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